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迎来新经济送走旧经济 星期五几乎肯定恒指成分股会迎来更大的改动 全因新经济股 压里 美团 小米有机会获纳入是常识 问题在于恒指公司会不会一次过开三间呢 中金最新列举恒指大热 估计压里 美团 小米三简二 而压里和美团获纳入为成分股之后 连ETF在内被动基金追货 分别涉及近8亿和10亿 除了他们 中金都估 安踏 若鸣 阿里健康有机会 甚至连润碑都有机会翻斗 安踏贵贵都有人估 不过贵贵都落空 恒指公司很难触摸 基于新旧经济近一年的变化太大 前者朝气勃勃 后者日落黄昏 中环人甚至估计 随时透过加入多只股份 产走一批旧经济股 加入热门名单从来都不是新闻 哪只被剔出才最有趣 中金就股 神华 太股 信和 行龙 通通都有被剔走的风险 如果以市值比较去计算 市值得380亿的19号太股 成为热门被剔出的名单 如果盘口开得没错 用市值比较 视为成份股出入标准的话 8月14号收市 也代表有半个世纪 成份股地位的太股 正式宣布完结的一刻 继国泰今年巨额亏损 兼尋求政府资金之后 今年对斯淮雅家族来说 绝对是克制的一年 就算多喜欢怀旧都好 凡事都要向前看 太股 汇丰等等 已经代表香港股 以及香港的昔日风光 注入新经济股之后 瑞银就计过 港股可以值2万9 外界平均股算 恒指市盈率 平均拉升0.8倍左右 不过凡事都有两面 热门加入的成份股 已非适于微视 股值高都有中美博弈的风险 或者改成份股 某程度是在错的时间做对的事